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乘坐直升机的感受如何 如何调节直升机讲业的动平衡 打锥体是一种能有效改善悬疑动平衡的方法 气流变化对直升机飞行都有哪些影响 在气流中心上的飞机不管是大还是小 它对你影响是一定的 陆军为什么需要航空兵 实施作战支援和综合勤务保障等任务 欢迎收看本期军事科技直升机飞行背后的奥秘 2021年7月1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在北京隆重举行 各界代表7万余人以盛大仪式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中国人民解放军7架直升机组成的空中护旗队 率先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 随后29架直升机绘成100字样 以其分毫不差的方阵呼啸而过 引起人群中一阵阵欢呼 无论是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 还是2017年在诸日和举行的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中亮相的空中梯队 直升机都以其卓越的性能 向世界献上令人惊叹的飞行表演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82集团军某路航旅 在我身旁听放了很多架直升机 首先我后面的这架就是专门负责 勤务保障类的直升机直九 可以负责战场的突击运输通信联络 以及救护伤员等任务 那么在直九的左侧就是大名鼎鼎的五直十直升机 它是一款专门负责以火力打击为主的直升机 被誉为霹雳火 现在我们坐上了直升机的牵引车 机务人员正在进行维修和保养工作 而这项工作对于直升机和飞行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关乎于它们更好的翱翔蓝天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架就是直八B型直升机 它是一款专门负责运输任务为主的直升机 可以负责战场的空降兵突击 运送商员以及运送补给工作 这些直升机呢 它们负责的任务各不相同 长相也是各有千秋 但是它们的飞行原理和基本结构却是大致类似的 今天军事科技带您一起了解直升机飞行背后倒霉 每天清晨 驻认机场的机务人员都会早早地来到工作岗位 各种复杂的电路板 成千上万个细小的零件 无数次擦拭维护保养 为的就是在飞行员驾驶战鹰冲上云霄时 能够安全可靠 穿梭在这些钢铁战鹰之中 它们威武的身躯和锋利的蒋液令人十分震撼 这样重的大家伙 它们到底是怎么飞上天的呢 所有的物体想要升空 首先要克服自身的重力 它想在空中移动 它就需要克服空气的阻力 直升机它的原理和飞机不太一样 我们众所周知 飞机它有一个固定翼 也叫飞机的小翅膀 直升机是把固定翼的两个翅膀 让它进行圆周运动 在进行圆周运动的同时 飞行员通过操纵变距 来使旋翼的引脚发生改变 这样空气流过旋翼上空的时候 流管变细 流速加快 于是空气的压力就会降低 在流过旋翼下表面时 空气流速就会变慢 压力就会增大 这样旋翼上下表面就产生了压力差 于是就产生了 能把直升机拖起来的升力 通过刚才飞行员的讲解 我们发现了直升机飞行的一个小秘密 直升机是靠旋翼转动来提供升力的 不是靠旋翼的转速来控制机身本身上升和下降的 不太了解直升机的朋友 可能以为直升机的旋翼转速快 直升机就上升 旋翼转速慢 直升机就下降 这样理解可就错了 其实直升机在飞行时的旋翼转速是恒定的 当然不同的机型会根据自己的起飞重量 和机体结构等因素 来搭配最适合自己的旋翼转速 正如飞行员刚才所解释的 直升机的飞行是通过操纵变据 使蒋翼的仰角发生了改变 这样旋翼在快速的旋转时 每片蒋翼就会利用仰角来切割空气 蒋翼的仰角大 它与空气的接触面就大 这样直升机的升力就会大 反过来说 直升机的蒋翼如果不改变角度 一直成水平状态 那么旋翼转得再快 直升机也是飞不起来的 当然仅仅靠改变仰角 还不能使旋翼产生如此大的胜利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直升机的蒋翼形状上 直升机蒋翼的横截面 与普通飞机机翼的横截面类似 均为投操尾间的仿锤形或半仿锤形 当蒋翼划过空气时的切入角度发生变化时 蒋翼所产生的升力也会随之改变 而这是因为直升机蒋翼在旋转过程中 与空气产生了流速和压力的变化 那么直升机的蒋翼 为什么要设计成投操尾间的秘密形状呢 直升机的伯努力原理 为了弄清楚这里面的科学原理 我们专程来到了北京交通大学 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 在物理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直升机蒋翼的设计 到底有何独到之处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这些装置 我带你看一个演示飞机生力来源的实验装置 是这个吗 对 就是它 这个好像跟咱们固定飞机的机翼 以及直升机的蒋翼比较类似 都是前面比较厚 后面比较薄 这有什么原理呢 我们一般的固定翼飞机或者是直升机的机翼 它之所以要做成这种形状 基本追求的是这样 让上表面起鼓 下表面相对比较平 那么这样的话呢 空气在流过机翼的时候 从上表面走的空气 因为走的路程比较长 它就要跑得比较快 所以上表面流速比较大 那下表面呢 因为路程稍微短一点 它的流速就慢一些 那这个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原理在这里起作用 就是著名的伯努力原理 伯努力原理有一个推论 就是流速大的地方 压强相对小 流速小的地方压强相对大 那么对于一个机翼而言 上表面空气的流速快 那它上面往下压的力量 就稍微小一点 然后下表面流速比较慢 从下往上压的力量呢 就大一些 这上下之间这个压力差 就给飞机提供了向上的胜力 对 你看 比如说我现在让一个气流 从这机翼上方经过 那么上表面流速快 压强低 就会导致下面的大气压 把这个小球给压上去 这个小球在这 从这儿喷出的这个气流 对 从这儿喷出的气流 从上表面经过 那我现在打开 你看 当我挡着气流 小球就掉下去了 有气流经过的时候 就会把小球拖起来 而且我用手 明显能感到 上面的这部分气流 是比下面的气流快的 快很多的 对 感受非常明显 是的 这个现象在生活当中 其实非常常见 我随便拿一个小纸条 我们就可以验证 这个伯能力原理的应用 好吧 我这儿有两个小纸条 给你一张 我一张 我们要做这个实验 非常简单 就是把它放在下巴上 这样 当你向前吹气的时候 这个上表面的气流 流速就比较快 下边呢 因为空气相对静止 那这样下边 就比上面的压强要大一些 这个压力 就会把这个纸带给拖起来 你看 我们向前吹气 这个纸条 就让人会发现变化 对 你看你一吹气 这个纸条 就会被下边的力量 给拖起来 就像我这样 你看 那么之所以把它拖起来 就是上表面流速快 下表面流速慢导致的 那比较神奇 我再试一次 果然一没气 它就掉下来了 对的 这个现象 其实在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应用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高速列车 两边高铁边上 都拿铁丝网拦起来了 因为高铁在高速运行的时候 它会带着周围的空气一块 向前高速运动 那这个时候 在那个地方 就会产生一个低压区 那外界的空气 在向过压的时候 如果你靠近高铁的 那个铁路线路 就有可能被这个气流卷上去 就会造成危险 所以这是一个一定要注意的 安全上的事情 那另外呢 两条船在海上并行的时候 那他们两个如果并排 就比如说咱们补给舰 给我们的战舰补给的时候 你看着它两个并排往过走 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但实际上 因为两条船在并排走的时候 会带动他们之间的这个水流 流动的比周围的那个海面 要快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有一股力量 把这两条船往一块压的 所以补给舰在补给的时候 这个行驶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事情 你要有一个安全距离 对 你一不小心 这个海流自己带来的侧向的 这个波努力原理带来的压力 就会把两条船压到 压到撞在一起 这些事情都是波努力原理 在生活当中应用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 就是在飞机上的应用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 这个给飞机提供生力的 一个秘密的形状 它的秘密就在于波努力原理 我们刚才了解了直升机 是如何起飞的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陆航的助训地 带大家去认识一款 目前中国最大的军用直升机 直8B 现在在我身旁的呢 就是直8B直升机 近距离观看它的时候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大 它的长23米左右 高6米左右 在直升机行列 已经属于一个旁人打物了 那么它到底有怎样的功能呢 来听一下陈机长的介绍 主持人你好 直8B型直升机 是我国目前国内直升机里边 最大的一款直升机了 它具有三台发动机 它可以运送武装人员 航空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 它具有较大的续航能力和载重量 可以使地面部队 在空中实施快速机动 我看到直8B直升机的头部 有一个形似大鼻子一样的东西 像大鼻子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是我们直升机上的一个气象雷达 主要用于我们在飞行的时候 比如说前面有什么危险天气 有什么雷暴或者是闪电什么的 暴雨之类的危险天气 打开我们的气象雷达 就可以侦测到这些危险天气 避免我们误入危险天气 影响飞行安全 陈机长 我看到咱们头顶有一个奇怪的部件 它有什么用途呢 这个是我们直8B上面的一个电动脚车 它可以在我们不方便着陆的地方 把这个钢锁掉下去 然后把一些物资或者是人员挂在这个挂钩上 然后在机舱内操纵电动脚车 给它吊到这个货舱里面 便于搜索和营救 它可以吊载270公斤左右的物资或者人员 就像我们在那个影片中看到的 可以把人直接吊在空中 对 吊在空中 然后便于我们搜索和营救 行 我们去机舱里看一下 好 来 走 哇 陈机长 这个机内空间真的好大 对 其实很大 我1米81正好头顶上面 对 这个空间呢 大概是高度有个1米8这个样子 然后宽度呢大概是1米9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大的空间 才能够保证它能运送21名全副武装的人员 或者是改造成15副单架 用于运送这个受伤的士兵 拉着他们去医院或者去救治 那这个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呢 加完油之后就是10吨多一点 然后可以再运载一些两到三吨的一些物资 看来真的很能装 对 其实很能装 那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呢 最大飞行速度能达到270公里每小时 高度的话大概是6000米这个样子 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有很多种 各种机型的直升机分别担负了不同的任务 现在我就要登上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款 以运输保障为主的直8B型直升机 去空中感受它飞行的魅力 现在我先为你来直8B型直升机 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感觉非常的激动 他巨大的声音在进行快速的观众 也就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声音 才给JP提供了向上的胜利 我们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空中 在看直升机非常地满流 我们已经接到了可以起飞的命令 支援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毕了 我现在看到这个巨大的蒋燕像 一个大赛一样的直升保护 非常有安全感 而且这个我们与地面的距离 以周年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远 接下来我们是空中间 其实我们现在距离地面的距离 大概在100-200米左右 如果旁边的机窗呢 我们可以看到地面在我们脚下快速地跃动 这个我们在城市里看到 其实是没有一点满收的 这也是直升机相处的一大仪器 就是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 有了这样的优势呢 我们在城市里看到 我们是进行空降空间 和空国力打击的诸多任务 正是因为直升机独特的飞行原理 才可以使它完成超低空飞行 和悬停等固定翼飞机 无法完成的飞行动作 飞行员通过变距来改变讲业的仰角 来给直升机提供升力 这样当向上的拉力 大于直升机自重 直升机就上升 小于直升机自重 直升机就下降 刚好相等时 直升机就可以悬停 我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呢 飞行员是可以随意改变方向的 但是当我乘坐在直升机体内的时候 我却感觉到非常的平稳 只有轻微的震动和放动感 这一切都是因为直升机的 降变动平衡 由于直升机结构和原理的特殊性 旋翼高速转动 为直升机提供升力 震动便不可避免地成为 直升机最重要的不安全因素 持续震动不仅使直升机操纵性能下降 飞行员疲劳度增加 武器命中率降低 机载设备寿命减少 同时也使关键部件磨损 疲劳断裂和突然失效的可能性增加 而旋转部件是直升机的主要震源 因此对直升机旋转部件 动平衡进行精确调整 降低其震动直至可接受的范围 对保证直升机飞行安全 提高其运行可靠性 有重要意义 旋转异动平衡是安全生命线 旋转异的动平衡非常重要 动平衡不好会引起直升机异常震动 对直升机机体和飞行操纵产生很大影响 危及飞行安全 打锥体是一种能有效改善旋转异动平衡的方法 打锥体这个词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打锥体顾名思义先得找到直升机的锥体 那么直升机的锥体在哪儿呢 这里 这儿 还是 这儿 其实都不是 别着急 且听我慢慢到来 直升机的锥体其实就是直升机的旋翼 当直升机在飞行过程中 直升机的旋翼快速转动 目测它就会形成一个倒过来的圆锥体 打锥体 我们得先准备一套不同颜色的彩笔 然后将不同的彩笔颜色分别涂在直升机的每片桨叶上 然后再准备一个直筒 我们将直筒高举在能够接触到旋翼的位置 旋翼在快速旋转时 六片不同的桨叶会均匀地划过直筒 这样就可以在直筒上留下六种颜色的痕迹 通过这个痕迹 我们就可以观察出六片桨叶是否平衡 六片桨叶中有一片为基准桨叶 我们根据直筒上采笔痕迹的高低 来调整其他桨叶向基准桨叶靠拢 这样直升机的桨叶动平衡就调节完成了 当直升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不仅是人和装备的协论位合 还要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比如气流变化 就是影响直升机飞行的一大因素 那么气流变化对直升机都有哪些影响呢 在气流变化中稳操胜券 在气流中间的飞机不管你大还是小 它对你影响是一定的 你必须判断这个气流是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 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们就是 我们一般是有两个原则 第一呢 阴风波 阴风波是上升气流 背风波是下降气流 这个阳面 山的阳面 有太阳在一面是上升气流 在阴面是下降气流 主要是从这个四个来判断 第二呢 就出这个山口的时候 会有横风过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出下谷的时候呢 必须是贴着迎风方向出下谷 风延斜坡往上吹 则为迎风波 由于风延这山体向上吹 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一股向上的气流 当直升机在这个区域飞行时 会不知不觉地被向上的气流托举起来 这听起来像是在替飞行员省力 不过山谷飞行可没那么简单 因为当直升机飞过山顶以后 马上就要面临背风波 背风波是山体中降水较少的那一侧 因为这一面正好处于暖湿气流 被地形阻挡的背面 气候干燥所以成下降气流 当直升机越过山顶 来到背风波的时候 直升机就会被下降气流往下拽 这时如果飞行员控制不好直升机 是非常危险的 飞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陆军 已经不同于大家以往理解的地面部队 他正在向着未来作战 立体攻防 全域陆军这条路大踏步前行 而陆军航空兵 就是陆军实施非限制 非接触全纵身机动作战的骨干力量 陆军航空兵具有机动灵活 反应迅速 隐蔽性能好等特点 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 陆军航空兵主要担任信息对抗 搭建指挥通信平台 实施精确火力打击 夺取低空制空权 实施作战支援和综合勤务保障等任务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 距离地面的距离要五米左右 当然我们要展示 直映机的另一个大的优势 就是空中旋停 真的非常的平稳 而且非常有安全感 如果机长允许的话 我正想直接跳下去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好了 我们准备蓝主权着陆了 还带刚才乘坐直映机的进步 就没有回过时来 生意很大 风也很大 刚才呢 我们电视的发B型CMD的性能 同时也领域了 我们驾驶员超高的驾驶水平 也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路律行 我们驾驶员过应的困点 才能使我们的钢铁战医 翱翔于蓝天 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才能确保我们的人民军队 招生起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为什么大多数的直升机 都有两个螺旋桨 这两个螺旋桨是配套使用的 它是能保持直升机的平衡稳定的 霹雳火五直石 是一款怎样的直升机 它具有良好的低空性能和作战能力 直升机在空中是如何改变运动方向的 当你控制驾驶感向左移动时 这时悬翼蒋盘就会向左倾斜 不同的直升机为什么蒋液数量不同 这个蒋液数量一般与飞机的起飞重量一般 飞行员是如何训练飞行技能的 欢迎收看本期军事科技 了不起的直升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